6号机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标签混距机的使用方法 现在我们先介绍一下 按钮的开机按钮的使用方法 现在先按住A 开机 这一个是手动的开关 手中的开关它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它的区别 我们现在是A等于0的 现在关掉开机 看一下它是什么 它马上会显示4个0 它马上会显示4个0 然后我们比如说 我们现在把它开起来 我们现在显示 把它显示成1 A等于1 按FG确定 按FG确定 它是什么 它现在我们重新把它关掉 一关掉它并不是显示4个0 它的显示或者是00 或者是11 它是这样的显示 我们先去看一下 按住A接开机 我们关掉它是开在这里 我们现在按B把它关掉 FG确定 看一下 它开机 它一开机 它并不是00 它是马上显示4个0 并不是两个0 或者两个1 它马上会显示4个0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那个FG 按住FG开机 按住FG开机的话 它呢 也是一个一样 也是按A键 是等于F等于1 按B键 它是0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那个 自动退止的 这一个功能的开关 自动退止呢 它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和刚才一样 先把它关掉 等于0 按FG确定 看一下啊 把它卷 看到上面的质数器 现在是23456 我们都发到6了 我们按住B键不放5秒 按住B键不放5秒 它是543A 它就跳 跳到0了之后看到没有 它是QL 它写是QL 写是QL的时候呢 它是你看 我按一下B键 按住B键 它就可以退掉 刚才这个是往这边转的 现在这个是往这边转的 看到没有 嗯 能够呢 这个是呢 按住它这个退止 把它退出的 卷进去 把它退出的 FG回到自动状态 看到没有 现在自动卷的 它又朝这边的 刚才是朝这边的 然后呢 那我们现在把它关科技的看一下 按住F键 科技 刚才等于0的 我们现在把它变成等于1 FG确定 啊 还是和刚才一样 它这个呢 哪怕 我们看到这一次呢 跳到9 G出去 然后卷到9 6 7 8 9 按住 B键 不放5秒 我们刚才是9 看一下啊 进去之后 看到没有 0 123 4 5 6 7 8 9 停 立马停掉 它是退出的9圈 它就停掉了 啊 它是停掉之后 分辨器 马上可以报警 报警等 等那个报完了之后 F键 它是退回正常的使用状态 正常的使用状态 下一次呢 还是一样 比如说我们这一次 它进去6 5 6 按住不放 它退到6 立马停 还有一个 手动状态下 可以 还有一个功能是按一下B键 是定数功能 按一下B键 它是定数功能 这一位 哪一位可以闪动 是有 闪动这一位是有效位 有效位呢 它是按A键 加1 按A键 加1 按B键 是进位 各位进到10位 看一下 我还是看一下 它是这个按A呢 它是0到90循环的 0到90循环的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 好了 我们现在就设定5 设定5 我们这个前面这几位 我们也不用了 可能 不用了 可能 我们现在就设定5 5圈 5圈它自动停 转进去5圈 转进去5圈 好停了 停了之后呢 那我们这个功能现在已经 还有一个是A键 A键是什么 清零键 技术器的清零键 我们不管里面 技术器 技术器多少 按一下 背键 好 清零 框架是最终清零 不管里面是多少 现在1 2 3 3 停 那么 清零 我们不管是多少 都是清零 就是清零 清零 然后这个呢是什么呢 这个是速度的 这个卷的速度的台阶器 看到 这是最宽 这是最慢 一般情况下的那个打音机啊 它速度速度也不会那么快 我们一般都是调到最慢 都已经差不多了 如果不够快的 你可以加快速度 它这一个控制的原理是什么呢 控制的原理是这根杆子 提起来 打音机 提起来 它就停掉 放下去 它就启动 嗯 感谢观看